這60 款預先包裝的餅乾包括威化餅、甲心餅和梳打餅等 消委會測試發現全部都驗出基因致癌物、還養炳醇或炳氣鮮案 這些物質在餅乾加工過程中產生 其中這款梳打餅、還養炳醇的含量是60 款樣本中最高 消委會測試時由於含量超出德國測試方法的檢測上限 需要委託第三方實驗室確認結果 而炳氣鮮案含量最高的就是這款甲心餅 食材中間若含有天東鮮案例如馬鈴薯或谷類 當高溫加熱處理時便可能產生炳氣鮮案 環養炳醇及炳氣鮮案可引致實驗動物患癌 均屬基因致癌物、聯合國糧食及農業組織 世界衛生組織聯合食品添加劑專家委員會 JECFA認為不適合為基因致癌物離定安全攝取量 故建議攝入基因致癌物愈少愈好 蕭委會說環養炳醇及炳氣鮮案都會引致生育問題 其中環養炳醇同時有神經毒性抑制生育能力及神毒性 蕭委會同時發現有23款即是大約四成的樣本 營養標籤及測試結果的差距超過20% 不符合食物安全中心的相關規定 蕭委會說已將所有檢測結果轉交食案中心更進 東網記者何指浩報導 出發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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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出發